2023旅遊月款代科MC第十題 某個時裝總公司的總裁 即是大老闆 現在打算去哪裏 去香港 出席這個會議展覽中心 一個為期三天的商務會議 即是大老闆去開會 現在他找旅行社幫他安排行程 那旅行社應該做什麼安排呢 好 第一個A 好 第一個 行政樓層客房 那這個是一個貴房 應該都是合理的 第二個 在金鐘的一間酒店 金鐘來說去灣仔會議展室來說 都是近的 一個站 好 第三個 房價要包含微式計價的餐善選擇 好 什麼叫微式計價呢 好 看回網站 看回路圖 房價和餐的安排 第一個 歐式計價 零餐一餐都沒有的 歐綠式計價一個早餐 好 第一條 微式計價有三 三是什麼 是早餐 午餐和晚餐 當然已經太多了 所以說 修正美式 修正 修正 即是減少 就是包涼餐 一般來說是包早餐和晚餐 好 現在來說 房價用這個微式計價來說 是包了三餐早五晚 留意 它參加這個商務會議 一般來說 商務會議 很多時候它的午餐都會包起來 即是會後有一個午餐包起來 所以來說 一次過訂了三餐 你開會 即是上午開會 叫做開會的時候 你就需要回去 由這個灣仔 去到金鐘裡再吃飯了 所以說這個美式計價餐 應該就不是一個這麼合理的安排 如果它的答案改成修正美式 而不是美式的話 那就為之合理了 好 最後一點 荷里活式床的客房 床來說 我們分了 兩張床 Queen size 大一點 再大一點 King size 這個荷里活式客房是怎樣 床來說 它有兩張床 合併了後面共用一張床頭板 就叫做荷里活式床 如果是公司總裁的話 當然是住一個貴一點的 得美一點的 King size 床的內容 就不會做這個 荷里活式床頭板那麼醜 所以答案來說 現在行政樓層是對的 另外位於金鐘的酒店是對的 所以答案來說 這個就是A 做法第二種 第一個行政樓層肯定是對的 所以來說 答案剩下 A B C D 我們查了它 這裡剩下 2和4 一日就起個 金鐘 一日整個 荷里活式床 答案來說 相對上 A 1 2 就較為合理了